年假结束 立法院也即将开议 新国会新气象 本届国民党立委大换血 全新团队要花时间磨合 立法院2月20号就要开议 国民党为了凝聚立委们的向心力 也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开议前 2月19号 蓝英智库将举办例行的立法实务研讨会 讨论优先法案以及经验传承 而在2月24号的26号 则邀请党团成员带着家人 到东部参加共事营 党主席朱立伦跟立院正副院长 韩国瑜将启程都将出席 资深以及新进的委员 大家共同互相的交流 相信更能够团结一心 蓝英立委们磨大祸祸祸 准备对执政党强力监督 新科立委也约约预示 徐晓星就呛说要进国防委员会 紧盯武器采购延宕 还有潜见国造进度 更要大砍述发布预算 并推动这项法案 那国家精民保护法的修订部分 我们希望是应以最小范围为之 这条能够真正的落实 包括国会改革 包括吹哨者保护法 人工生殖法 以及不在即投票 过去民进党所抗拒民生 所关心的议题 这些都会是我们的 重要的优先法案 人工生殖法 几乎成为本届立委 推动的首要法案 包括医师出身的 国民党立委陈金辉 民众党立委陈钊姿 甚至民进党立委黄杰 都把他放在推动的 首要之务 我优先想要处理的法案 就是人工生殖法 所以能够进入未还的话 会是我最优先的考量 蓝绿白都想推人工生殖法 不过要先开放女同志 还是传统异性恋不运症 目前三大党都还未有共识 新会期 新科立委求表现 希望大选伸手 留下好阵姬 欢迎新闻 林伯瓦李景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